姐 同学会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我们都说好了 不带家属的 你下手帮我拿点东西吧 这是啥 我给同学们带的土特产呀 呦 姜石漆 娜娜 好久不见呀 听说你在上海工作 还以为你混了没说呢 没想到回来 就给同学带不值钱的土特产 那你到时候别忘了要啊 你个肚包子 谁吸的药 别打理他 你说的土特产是LV 巴黎土特产吗 喂 校长 17 感谢你为学校相反地买饭 我想请你回学校演讲 不用了 校长 我只是想感谢一下母校 不想太招摇 不会是我喜欢的 格局就是大 我先走了 想当年我可是班里的班花 追我的人从教室排到楼梯头 好久不见 哇 实习现在才是 一期时的班花吧 不跟毕业的大学生那一样 这皮肤保养的可真好 这几年都没什么变化 像吃了防护剂一样 那是因为我一直在用 贺莲娜黑白绷在面上呢 这么好的东西你用得起吗 少吹牛了 亲爱的 你来了 不是说了不带家属吗 我男朋友可是有钱人 我带他来是给你们找找见识的 想必你们也听说了吧 最近有人给母校捐了一百万 你知道了 那是我男朋友用我的名义捐的 他为了追我 可用心了 天哪 一百万 竟然装到我面前 有意思 不像有些人 当年学习好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没出息 江士奇 你来参加同学聚会 就是为了白吃白喝吧 我给大家带了礼物 哦 你带土测产的是吧 快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是带的土豆还是黄瓜呀 我从巴黎出差回来 给大家带了点小礼物 这司机可贵呢 时期好大风呀 我的呢 刚才不是有人说 他不稀罕吗 什么 又稀罕了 江士奇 你为了买这些礼物 花了你几个月的工资啊 真是打肿里充胖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 都是你 给大家带了什么礼物啊 今天这顿饭 我男朋友请客 何比你那几条破丝巾 不贵多了 这个地方很贵诶 你确定吗 那当然了 我男朋友都能捐一百万 这点小钱 牙缝里掉出来的 都比这个多 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等会儿这个饭店 最贵的那道菜 上来吧 行啊 服务员 买单 江士奇 帮了跟你说 你的那份 要自己付哦 都是老同学 何必呢 江士奇 如果你现在低下头来求我 我还能放你吗 不用了 这是你们店的贵宾卡 刷卡 这张卡用不了 我去问一下经理 笑死了 人家债的贵宾卡都是黑色的 你拿张彩色的 你糊弄谁呢你 大家快来看呢 江士奇吃个饭还有中大款 你干嘛 我只是给群像人看看 有的人给母校缺款一百万 有的人吃饭赖账 给母校丢脸 请问这张卡是谁的 是他的 他拿张玩具卡 假装贵宾买单 赶紧把他赶出去 快快快 想必您就是江女士了 我们老板交代过 持有钻石级贵宾卡的人 就是我们饭店最中贵的客人 你说什么 我们老板大学创业职 江女士是唯一投资人 没有他 只有没有我们店的这一天 您今天所有的消费 一律免账 不用了 这位小姐刚才说 她要举客 我就付我的那一份 其他的 找他们做 请您也让 各十百千万 你要我命啊 清酒度半头报 十分总价是 我没钱 我自己付 你不是能捐一百万吗 你怎么会没钱呢 你说的那一百万 应该是我捐的 那一百万是你捐的 你敢骗我 谁让你爱慕虚荣啊 你 跟我没关系啊 那你干嘛 我也给大家看看啊 都是老同学 有人给母校捐款一百万 有人吃饭赖账 给母校丢脸